俄羅斯發生恐怖襲擊 一批槍手闖入幾個教堂等 放火和殺死多人 當地警方擊斃六個槍手 正追緝其他疑空 當局說 施襲者是一個國際恐怖組織的信徒 在其中一個御襲地點 有目擊者拍攝到 槍手在街頭開火 也有槍手墳為一座猶太會堂 而在另一座御襲的教堂 有大批人員全副武裝到場戒備 現場傳出槍聲 事發在當地的五場節 達吉斯坦共和國 在當地首副馬哈奇卡拉 和第二大城市傑爾賓特 多個槍手襲擊兩座東正教教堂 一座猶太會堂 和一個交通警察檢查站 至少17個警員和一個保安殉職 三個平民死亡 至少44人受傷 死者包括一個66歲 被閣喉殺害的東正教神父 和當地一個警察局長 警方拘留了當地一個區長 據報他兩個兒子有份撕襲 當局正調查事件 並宣布星期一至三 全國哀悼三天 評論這張致電視